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华府华语新闻,我是记者孙玄 现在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片绿油油的果树,可谓是赏心悦目 这里呢就是位于Virginia的一家生态农场 今天在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位在中国通过生态农业创业的微商企业家潘亚军先生 近日应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协会会长王亚蒙女士邀请 中国知名微商亚农生态农场职贡发起人潘亚军来到美国 开展了一场关注美国农场,关注水果标准的考察之旅 潘亚军从事农业服务及相关产品销售22年 拥有一支由一群从事了20年农业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团队 帮助他定位平台与甄选优质农产品 亚农生态农场职贡是去年的4月份成立于去年4月份 它成立的基于成立的原理主要是我之前20多年的农产的经验 服务农业的经验 我知道哪里有最好的农产品,哪里有最好的农民 然后我通过微商的平台,微信的平台介绍给了都市的朋友 亚农生态农场之贡旨在成为一个为农业从事者服务 以及为都市人提供优质农产品服务的平台 亚农生态农场抓住了当前中国最火的移动端 通过微商建立无店面服务的平台 这里的水果比市场上面卖的水果大概贵多少价钱 无店面经营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 既帮助了农民提高农产品销售收入 又降低了都市顾客的购买成本 顾客购买亚农的食品后 纷纷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彼此的感受 亚农生态农场职贡已迅速成为微商生鲜宅配的领导品牌 亚农有机生态来访美国 那在这位喜业家来访之前 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就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例如了解到华盛顿周围的一些农业农产品 就是为了给他的这一个到来呢 做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流 此外亚农还为客户提供一项增值服务 即亚农的喜悦之旅 顾客会被邀请亲自去各个田间地头 及农场进行实地考察 采摘最新鲜的蔬果 现场品尝美食 潘亚军的此次访美之旅 义是代表亚农生态微信千人群的朋友们 提前来美国进行考察 访问当地的农场 以及体会美国的风土人情 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华府华语记者孙玄 维州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